最近,我总觉得屋里多了一个人 原来是我丈夫新娶的小娇妻 而我,已经被妻进墙里,三年了 被我的丈夫,沈夺 一,我迷迷糊糊从混沌中醒来 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娇俏的小女人 穿着蛋黄的长裙 像一只花蝴蝶般在厨房穿梭 夹鞭样起两道梨窝 甜得让我这个女人都心生欢喜 我静静地看了她好一会 看她差点被滚油溅着 看她产起还饭血的石斑鱼 这个一看就是自小被娇养着的小姑娘 不知道这般洗手做羹汤是为了怎样的男人 我暗想,她真幸运 大门被拉开,挺拔的男人走了进来 她放下公文包,静止走向那个女人 自身后把她捐进怀里 婉婉,说了你不要太辛苦了 这些我来就好 这个声音,我心里刚犯起一丝诡异的熟悉感 就见那个男人把头抵在女人肩上 半张脸正对着我 鼻梁高挺,轮廓坚毅 无疑不透着刻入骨髓的熟悉感 我的心狠狠沉了下去 是沈夺 我相恋五年,结婚三年的丈夫 二,这回我才发现 面前这个房子,虽然装潢迥不同 处处透着一股华丽精致的气质 但格局却分明和我与沈夺一年前搬进来的新家如出一辙 这是我的家 那是我翻炒过无数次的灶台 我的丈夫却在我的家里,抱着另一个女人 我几乎红了眼 就想扑上去撕烂那对狗男女的脸 却狠狠地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发出冬的一声闷响 不疼,却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禁锢感 女人似乎下意识地偏了偏头 我忍不住再次伸手 面前是一道无形的结界 仿佛把我和沈夺还有那个女人分隔在两个时空里 巨大的恐惧浮上心头 我到底在哪里 三,仿佛只是短暂的愣神 在抬眼桌上已经摆了四五盘菜 沈夺解下围裙 温柔地在女人唇角上印下一吻 然后牵着她到我面前 有一瞬间,我几乎以为她是向我走来 我拼命地拍打着无形的屏障 朝她嘶吼,朝她尖叫 然后眼睁睁看着她,置若罔闻 自顾自在我面前停住 随后转过身 和那个女人一起朝正前方攻了攻身 女人偏过身,抱住了她 别太难过 她声音悠悠的 她要是知道你这么爱她 全下有知,一定会很感动的 你每次犯钱都要来祭奠她 沈夺低下头,眼里满是恋爱 对不起,委屈你了 女人把脸埋进她的胸口 我虽然会有些嫉妒和羡慕 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对你心动不已 你这样重情又重义的男人 才值得相伴一生 我心不见了,因为就在女人埋进她胸口的那个瞬间 被她娇小身子挡住的那块位置空了出来 对面的桃木桌上摆着一个女人的照片 一张黑白照 女人脸上还挂着微笑 眼底却仿佛藏着一汪深渊 空洞,麻木,令人不寒而栗 那个女人,是我 四,头疼欲裂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已经死了 死在一场车祸里 我还记得尖锐的刹车,飞剑的鲜血 和远处朝我飞奔过来的沈夺 我抬头看见眼前的挂钟 2020年8月2号 已经三年过去了 所以沈夺有了新的幸福 女人叫彭婉,长在江南水乡 就像我的初印象那样 她的确令人心生欢喜 不同于我连声音都麻里如风的性子 她的声音带着一股带着奶味的诺意 连夏天的大西瓜对半切 她会把最中心,最甜的部分都挖给沈夺 而曾经那口最甜的西瓜 一直都是我的 看着沙发上如娇颈天鹅般甜蜜的男女 一股酸意猛地冲上我的鼻尖 我几乎以为自己要落泪 可一探眼角,粗力的干涸 原来鬼是不会落泪的 我眷恋的目光投向沙发上的沈夺 岁月好像格外偏爱这个男人 他脸上不仅没有天上半点沧桑 反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意气风发的红气 更帅了 我揉了揉眼,没错,真的是红气 原来做鬼之后 真的能看到别人身上的气韵吗 我又把目光落回到彭婉身上 什么也没有 看来彭婉的气韵一般 我不禁有些失效 沈夺当年竟然还跟我说 他被人告知自身命格一声坎坷 才受双尸 是怎样不长眼的江湖骗子 才能昧着良心 对这样鼎望的红气说出这样的话 但不知怎么 那股红气有股莫名的熟悉感 仿佛硬生生从我身体玻璃的分裂感 就连此刻 我都能似有若无地感应到 他在无声地召唤我 那个时候的我以为 是自己和沈夺在一起的时日太久了 这股红气把我当了他半个主人 却没想到 这东西他的确有灵 他在召唤他真正的主人 五 日子一天过去 沈夺身上的红气越来越盛 他也肉眼可见得越来越忙 沈夺的事业心向来强 我是知道的 可他不论多忙 每晚都一定会回家 而且一定会抱着彭婉思摩一会 今天也是一样 我看得心里难受 正想一开眼瞧瞧别处转一下情绪 就见沈夺轻轻放下怀里的彭婉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我抬眼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指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我不自觉皱皱眉 这些日子 沈夺与彭婉思摩的时间 似乎都是这个时间前后 沈夺是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个怪皮 月光打在彭婉银白的脸上 透出柔和的光韵 他似乎睡得很熟 沈夺轻声在他耳边唤了声 晚晚 彭婉没有音 他甚至无意识地扎扎嘴 像只软萌的小兽 连我都不禁心下一软 我不自觉看向沈夺 他会不会更加怜惜 心下忍不住有些泛酸 沈夺半张脸掩在阴影里 缓缓抬头 那一瞬他脸上的表情 甚至可以说是阴郁 他把手伸进沙发夹缝里 拿出个盒子形状的东西 打开 下一刻他手上捏住个 闪着森冷荧光的细小物件 是一根银针 沈夺轻轻捏过彭婉的食指 毫不犹豫地刺了下去 咽红的雪珠顺时涌了出来 附在彭婉嫩白如葱的指尖 那抹刺目的红扎进我眼底的瞬间 我瞪大了眼睛 六 那根针也曾扎在我的指尖 在我死前三天 同样在我熟睡的时候 但我胃疼 一点轻微的刺痛就足以让我惊醒 我迷迷糊糊问道 模糊的视线里似乎有荧光一闪而逝 你在干嘛 一个稳落在我额上 沈夺像往常一样摸着我的头发红我 乖 不小心扎了你一下 快睡吧 而眼下 我眼看着沈夺在扎破棚婉手指后 再次伸手从沙发缝里拿出一个东西 我眯着眼半天才看清 那是一个铜镜 上面好像画了个阴阳八卦 沈夺小心地拖着那个铜镜 捏着彭婉的手 将他指尖的血滴在黑色半边的白点上 然后又同样扎破自己的手 滴在白色半边的黑点上 我心头一怂 他究竟要干嘛 但这邪门的场景的还没完 就在沈夺又从工具盒里拿出把小剪刀 伸到彭婉刘海旁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四耳的铃声在空旷的房间响起 一瞬间就要惊醒熟睡中的彭婉 沈夺眼疾手快地在彭婉睁开眼前 把手里的东西猛地塞回沙发缝里 然后接起了手机 他接电话的时候习惯性往外走几步 比如现在 他正正走到我面前停住 背对着悠悠转醒的彭婉 于是尽管他声音毫无异常 但他眼里毫无掩饰的音质和力气 全部被我瞧进了眼里 我被惊得后退一步 沈夺他究竟怎么了 起 自那天看见沈夺取血为阴阳同镜后 我心里的不安愈演愈烈 却始终容在一团迷雾里 理不清思绪 而接下来几天 我第三十次指着一只凑近彭婉的鬼 你干嘛呢 没看见我的地盘吗 这次是个吊死鬼 他一转脸看见我立马耸的抖腿 大姐 你这挑眉声息的我也没得私生发现啊 我挑眉居然还是个东北鬼 行吧 现在知道了 出去吧 他一溜烟窜眉了 我拖着腮 看着背对我在画板上画画的小姑娘 半张脸照在阳光里 连细小的绒毛都清晰可见 自从沈夺不回家之后 这几天屋子里群鬼不断 都是奔着面前的彭婉来的 也是碰巧 第一只来的鬼刚飘进门 就撞上我瞟过去的眼神 立马跪地上 吓得直颤 不知道这是姑奶奶您的地盘 是我使忽了眼 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也是套她的话 我才知道原来彭婉是四柱纯阴之体 生于一年阳月阴日阴时 正是滞留人间的群鬼 趋之若物的绝佳食粮 而我 周身皆是利器 俨然是个穷凶极恶的利鬼 群鬼一剑 四下皆毙 我知笑 我一个意外死亡的 又没怨气 怎么会化作利鬼 但天赐的威风 不用白不用 自那天 其我就帮着彭婉 驱赶了不少 试图吸食他阴气的糟心惋意 直到 那个老头的出现 八 我像往常一样吓唬他 我的地盘 走快点 老头摸着胡子大笑 你一个魂魄被禁锢的可怜鬼还跟我哼 我可不是那些稀里糊涂的小鬼 没那么好唬弄 我心头一智 声音仿佛柔进了沙子 什么叫魂魄被禁锢 他指着对面桃木桌上的灵魏 又指了指我身旁的一个白色桃罐 桌上灵魏正对骨灰罐 视为锁灵 你是不是半步也不离不开那道墙 因为你的魂魄被封在墙里了 我的指甲狠狠掐进掌心 却没有半分痛意 眼里几乎冲了血 他躲了几步 走到我的灵魏前 打亮了片刻 顶级的金丝楠木 却用十八枚黄金钉四周定死 木主生 但金主死 金钉封灵魂 可定住死者魂魄 令其困于骨灰海中 他目光从灵魏上的字扫过 发出嘖嘖的惊叹声 好家伙 可不止如此 这做法之人 当真很急 妙急 他指着牌位下两行小字 你看 一生之爱四字不随名会写在中央 反倒是灵起两数行 写作之爱一生 单拎出来看 自然以为是立牌人情深义重 但妙就妙在这一生另起一行 且用金粉写救 生字头上一横 这是断了你往生的路啊 绝 当真是绝 他一字字一句句 宛如化作利剑生生往我空洞的心口渣 明明只剩个魂魄 却只觉五脏都嚼起来那般疼 他转过脸 虽说死后不管生前事 但被设下所魂阵 丫头你这仇怨也太大了 知道是谁整的不 恨意一瞬间席卷了我全部意识 我一字字咬着牙 我 丈夫 沈夺 酒 老头的脸上终于浮上了点怜悯 他为何如此怨毒 我脑海里突然闪过那幕八卦铜镜 银针取血 心里有种强烈的预感 这些一定跟我现在的遭遇有关系 果然 老头听完之后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就说得通了 你说的八卦铜镜是阴阳鱼 白是阳 黑是阴 铜镜招血碎 以他为载体 生成八字为媒介 以师术之人贴身之血和头发做法 他的眼里射出金光 旨在呼唤命格 记忆的迷雾浮开 我想起了一桩旧事 沈夺跟我大一开始恋爱 他是孤儿 吃百家饭长大 但非常努力上进 在一起后 他也一直对我很好 是所有人眼里的模范男友 毕业后 我采狗屎运搬进了 黛玉其家的外企 一路顺风顺水 但他找工作却很不顺 那段时间 他终日齐门 我知道他从小就泼信风水这套 于是特地找了一天 陪他去一个寺庙求福 在庙门口被一个老和尚拦住 居然还戴了个墨镜 身材也胖乎乎的 半点没有世外高人的样子 他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女施主命格极荣即盛 我一笑置之 又是江湖骗子 反倒是沈夺眼前一亮 我正要拉着他走 就见他双目放光 盯着那和尚 大师可否替我也看看 和尚瞥了他一眼 立刻皱起眉 没再说什么 拂袖而去 沈夺之后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逗他 怎么 难道你命格不好 嫉妒我了 没想到沈夺皱起眉 满脸忧愁 我出生那年 村里就有云游道人 给我算过话 说我一声坎坷 才受双尸 我笑起来 这鬼话你也信 都是招摇撞骗的 再说了 你我本一体 我命格好 你不是一样想服 沈夺眼里 划过一丝阴郁 见我望过去 才重新浮起 我熟悉的温柔笑容 当然 你好就是我好 结果 我等沈夺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和尚 突然又出现在我身边 我惊恶的四处张望 只有一条道通向这里 可刚刚明明 没有任何人走过来 我心底有些发寒 和尚神色肃然 自顾自开口 你命格虽贵 但命中待节 需要提防身边 极恶之人偷天换日 你虚的 他似乎还要说什么 身夺已经往这个方向 走了过来 看见我和和尚站在一起 面色莫名有些阴异 和尚长叹了口气 命该如此 命该如此 好自为之吧 那件事 我半点没放在心上 却没想到 有人放在了心上 还因此 夺了我的命 十 我扑到结界上 目自尽列 被换命格的人 会有什么后果 被换命之人 三日内必有征兆 轻则眉运连连 重则精神恍惚 交换二者命格差距越大 后果欲为严重 横死街头 是常有的事 横死街头 是常有的事 这句话一直在我脑中盘缓 我和沈夺 命格差距大概够大了吧 老头的话语还在继续 但是想要震魂 必须在魂魄离体一刻内 收集魂魄 否则效果大受影响 如果此刻我还活着 唇角大概被我咬裂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个焦急 向我跑来的沈夺 只是为了来收集我的魂魄 那三天里 我时常意识混沌 甚至有时候 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失神状态 他在那个深夜 反常地带我出门 在车阵前松开了我的手 眼睁睁看着我 走进车流里 他从头到尾 就是 就是为了让我死 我好恨 他既已夺了我的命格 为什么 还要震我的魂 用这种邪震的人 常常会有反噬 但你的命格太贵 压得住反噬 但他的子嗣 却未必有这么盛的命格 遭得住反噬 相反 他用你的骨血 魂魄震宅 老头顿了顿 才继续开口 声音满是不忍 可以滋养他子孙后代的昌盛 我浑身都在发抖 脑子里嗡嗡作响 他真是好狠的心 步步绸缪 把我炸得连骨头炸都不剩 他连我死的时辰都算计到了 7月14子时 死在阴气最盛的时候 好给他的子孙后代句更大气韵 我几乎要把植骨碾碎 11 老头忽然又皱起眉 奇了 一般震魂阵 会设在被施阵之人 久居或熟悉的地方 这样魂魄 会安心陷入混沌 老老实实镇宅 你为什么会醒过来 我他妈怎么知道 我恶狠狠地瞪向他 我难道就该被封在这堵墙后面 老老实实 永生永世作魂技吗 老头摸摸鼻子 眼神四处乱瞟 我不是那意思 你别牵怒啊 突然 他的目光顿住了 他摸着下巴 原来如此 我顺着他的目光 落到窗边的棚碗身上 他对这个角落里的阴暗怨队 一无所知 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 我一将随机反应过来 是因为他 老头点头 你丈夫换了命格 就是半只脚踏出了生死轮回 因此他现在也和我们一样 他指了指鹏碗 那个女孩身上的阴气 能滋养她的气韵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 深夺半夜抱着鹏碗的画面 原来是这样 午夜时分 阴气最重 你这个丈夫是个人物 对风水知识的确了解颇深 老头晃了晃脑 笑得有些讽刺 但百密中有一书 他忘了 你是厉鬼 生来似住纯阴之体 死于一年中 阴气最重之时 他滋养你 更甚百倍 我愣了半晌 突然意识到 这个奇怪的老头 可能是能让我报仇的唯一奇迹 我面露祈求 大师 你知道这么多 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么脱离这个智骨 我 他断然拒绝 你是厉鬼 一旦放出结界 必将为祸人间 我生前是阴阳师 绝不可能助作为虐 我吼道 可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凭什么 就因为我瞎了眼 爱上这个男人 为这个害我致死的男人 庇护他的子孙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拼命地撞着结界 恨不得把他撕裂 老头眼里的怜悯更深 孩子 我知道你委屈 但这是你的命 你得认 我仰天大笑起来 随即更加疯狂地撞着结界 命 我不认命 突然 我似有所觉的抬头 对上了彭婉茫然而失聚的视线 上一次 上一次我撞结界的时候 彭婉也骗过头 我心里涌起狂喜 他是不是能听见 他能看见我吗 我凭住呼吸 死死地盯住他 可彭婉又像上次一样 一扫而过 目光落回到画布上 我心底一致 巨大的绝望淹没了我 不行 我不能放弃 我逼自己冷静下来 逼自己去思考 终于 我再次抬头看向老头 我的命你说就该如此 我抬手指向彭婉 那他呢 他一个个好端端的大活人 他也活该落到我这个境地吗 被夺去命格 勇士不得超生 是的 我在赌 那天我看到那股红气 原来是我被夺去的气韵 那彭婉呢 跟我同为四柱纯阴之体的彭婉 难道就只是滋养沈夺那么简单吗 那晚 我明明亲眼看见 深夺要夺他的命格 我在赌 彭婉他同样命格贵不可言 十二 我死死盯住老头 生怕错过他的任何一丝表情 果然 老头的神情从惊恶转震惊 继而是愤怒 你的命格已是贵极 足够他富贵一生 他竟然还不满足 我赌对了 我隔着结界破禁他 我已经亲眼看见 沈夺在用阴阳同镜取他的血做法了 如果不是临时出了意外 他早已经跟我一起是埋着地底了 我一点一点压垮他的心理防线 如果他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死了 你就是见死不救 我盯着他苍老的面容 放出了最后一击 他才二十四岁 他如果死了 他的父母该有多伤心难过呢 老头如遭累积 果然 这是他的软肋 无数神色从他浑浊的眼里闪过 可他依然沉默着 久久沉默着 我眼里一出泪光 求你了 我死的时候 也才二十七岁 我爸爸 他跟你一样大 说到这里 我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面上一片湿热 是血泪 红的刺目 我有些惊恶地俯过 原来到了伤心处 连鬼都是可以流泪的 终于他长叹了一声 好吧 你想怎样 我的眼里动发出强烈的恨意 却被我极快地压下 我是不是能他建立联系 我指向彭婉 老头一愣 有几次我撞墙 他似乎有感觉 老头一拍大腿 是了 你俩同为四柱纯阴之体 冥冥之中自有联系 你刚才说你丈夫取了他的血 我现在对你丈夫这三个字 生理性不适 皱了皱眉 但没说什么 对 他和沈夺的血 已经被滴在了阴阳铜镜上 他大喜 如此一来 虽然做法还没成功 但他也是半只脚踏进阴间的人 他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明天是7月14 此时是一年中阴气最盛的时候 又是你的继承 如果这个时间 他为你祭拜 也许 他能看见你 我空洞的胸口开始发颤 仿佛模仿着生死的心脏狂跳 这个姑娘 他会的 他这样深沉的爱着那个禽兽不如的男人 又有一颗那样纯真善良的心 他会祭奠心爱之人物 端 王 死的妻子的 7月14子时 还有27个小时 我等得起 我定定望向窗外 天色已经转黑 宛如深渊大口 在吞噬着一切日间光明美好的东西 沈夺 你一定不要回来 你一定不要在这段时间里做法 你一定等着我来找你报仇 13 时间似乎从未有过的漫长 每一秒都似乎把我放在油锅上间 可我始终静静在那里 等着 午夜12点过去 沈夺没有回来 中午12点过去 沈夺 门咔的一声被拉开 我的心狠狠沉了下去 沈夺回来了 但更让我意外的是 沈夺进门后 他身后两道沟楼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 我一瞬间跌坐地上 眼前这两个满头银丝 面色凄苦的老人 是我的父母 明明三年前 在我离开之前 他们还是一副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的样子 我死死捂住嘴 不让乌夜声露出分毫 我父亲站在悬关 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 小夺 我们知道你对彤彤 他瞥了眼睁乖巧 给他们递拖鞋的棚碗 又生生住了嘴 棚碗见状 乖巧开口 叔叔阿姨大概有事和沈夺聊 我先回避一下 说完匆匆忙忙进了房 关上门 但你已经人质易尽了 这三年 你生意做得再大 都没有离开这个家 这个彤彤生活过的地方 父亲抬眼在这个房子里看了看 终于还是忍不住红了眼 但是现在你有了新的家庭 新的幸福 叔叔阿姨支持你 所以今天 我和你阿姨是特地来拿彤彤的骨灰的 他抬手摸了把眼泪 身旁的我母亲已经眼面啜泣起起来 我和你阿姨就彤彤这一个女儿 你就顺了我们的意 给我们两个老的留个念想吧 沈夺高大的背影似乎一瞬间就弯了下去 他乐乐点头 叔叔阿姨 你们等我给彤彤上炷香 他声音变得干涩 今天是他的忌日 我瞪着眼看着沈夺作秀 他躬身在我灵类前点了炷香 又非常虔诚地拜了几拜 然后小心翼翼捧起桃木桌上的骨灰坛 递给我母亲 母亲一边试着泪一边在他手上轻拍 孩子 苦了你了 我心里的怒火几乎要燃尽一切 却又无比爱妻 我狠狠扇了自己几个耳光 都怪你 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 死活要嫁给沈夺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才会让父母沦落到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 一息苍老的境遇 我好恨啊 十四 一直到父母离去 彤丸走出来小声安慰着悲痛的沈夺 我才反应过来 我的骨灰坛被弃进了墙里 那我父母拿走的骨灰坛是什么 身边突然响起老头愤怒的声音 这个沈夺做人未免也太狠 太绝了 我心底生出不妙的预感 追问你什么意思 他脸都涨红了 你是厉鬼 你死后所有贴身的东西都带有极强的煞气 沈夺送给你父母的那个骨灰坛 煞气尤为重 大概是你贴身衣物火化的灰 对活人来说 煞气极为伤身减瘦 他送这个给你父母 后面的话他没再说下去 但我懂了 他送这个给你年老体弱的父母 是要要了他们的命了 我死死攥住拳 星红的双眼盯住沙发上的男人 沈夺 我要他 死 十五 沈夺似乎是特意因为我父母的到来而赶回来 没多久又匆匆走了 我继续耐心等着 九点 十点 十一点 终于时针一点点迈向了十二点 而我终于在灵魏前看见了那抹娇小的身影 彭婉也燃了一炷香 他朝我的灵魏小声道 姐姐 虽然我有一点点嫉妒你 但是你一定是个极好极温柔的人 沈夺才会那么爱你 你一定在天上好好的保佑我们 我仿佛听到了全天下最大的笑话 但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在等 彭婉说完话后 朝灵魏端端正正鞠了三宫 我终于等到了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撕破寂静的黑夜 哑得仿佛被灌了硫酸 彭婉 那短短几秒钟 我却从未觉得时间有这样漫长过 在我剧烈收缩的瞳孔里 彭婉一点点转过脸 他几乎跌坐在地上 你是谁 我深深吸了口气 甚至还勾了勾唇脚 彭婉你好 我是谢彭 十六 不出所料 彭婉对我的说辞根本不信 他只觉得自己撞了邪碎 你或许不信我说的话 但你可以看看沙发的夹缝里有没有我说的东西 彭婉颤着手伸进沙发夹缝 彭婉去验一验 这个是不是你和沈夺的血 你还可以去翻翻那张桃木桌下面 是不是有个同样的八卦盘 那里除了血 恐怕还有我和沈夺的头发 果然彭婉摸索了半天 终于在引力的加层里 翻到了那个如出一辙 却明显更陈旧的八卦盘 上面除了两滴依旧烟红的雪珠外 还附着着两小缕头发 彭婉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神色明智 我决定加大筹码 彭婉 你的父母应该和我父母差不多大吧 但是你今天也看到他们了 是不是比你的父母要操劳很多 我死死地盯住他 你 就 是 下 一个 我 如果你死了 你的父母也会变成我父母那样 我从嗓子眼发出声诡异的笑 更重要的是你的好丈夫 会把带煞气的骨灰盒也送给他们 送他们一起上西天跟你团聚 彭婉猛地瞪大眼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神色骤变 你闭嘴 他立声道 可我偏不 我笑得越来越大声 哦不 你们团聚不了 我的眼里仿佛脆了毒 因为你也会跟我一样被封在这堵墙里 永世不得超声 永远做沈夺这个渣子的肥料 彭婉捂住耳朵 尖叫起来 我认他叫 越大声越好 终于 彭婉再次抬起眼 眼里布满了血丝 莫名有些可不 明天 我会去查证你说的话 十七 第二天下午 彭婉失魂落魄地打开门 他在我面前立了许久 一个字也没说 大概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他终于开了口 你妖子怎么做 我笑起来 透过他乌黑的同仁 我的计划是让彭婉替我把灵位上十八颗钢钉起出来 并把灵位劈碎 这样我将不受制于震魂术 而一旦我从结界中脱身 我必生但沈夺之肉 饮干沈夺之血 我和他的命格本就因患命八卦盘锁在一起 一旦我取他性命 但肉饮血 他的魂魄将会被我吞噬 我一个死后下十八层地狱的厉鬼 我要带沈夺这个畜生一起消敏于猎羊之下 永世不得超生 明明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计划 只需要趁着沈夺在家给他下个药或者打晕他 就可以实行 但彭婉偏偏一直拖着 说是时间未到 我虽急 却也无法 彭婉的工作是个插画师 往日每天都宅在家里 大半个月都不出一趟门 但这几天却每天等沈夺一出门便离了家 晚上才回 问他也是神神秘秘的 让我怀疑生了变故 幸好 沈夺永远不会停止他作死的步伐 他几次试图趁彭婉睡着继续他的正法 但都被有警觉的彭婉毙了去 我隔着结界 看着彭婉眼里的恨意一天比一天浓烈 很好 于是我安心等着 十九 我还记得那天清晨 彭婉穿了一件漂亮的白裙 裙尾绣满了精致的白橘 他半张脸在阳光下 耳边的绒毛发着金光 他冲我笑 姐姐 就是今天了 他从房间里拉出沈夺坐在沙发上 笑着捧上一杯蜂蜜水 你昨晚又喝多了 快喝点蜂蜜水 别头晕了 沈夺温柔的目光看向他 大口喝了 彭婉垂下眼 乖巧的一进沈夺怀里 阿夺 我听你朋友说过 谢童姐对你是掏心掏肺的好 听到我的名字 沈夺顿时僵住 神色闪过一丝不自然 怎么突然 说起他了 彭婉不管他 自顾自说道 谢童姐为了你放弃自己的好工作 陪你从一无所有开始创业 为了省钱 什么脏活累活都自己干 为你拉单 酒桌上红的白的黄的一起来 喝了吐吐了喝 胃都给熬烂了 沈夺放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全去起来 眼里竟然也划过一丝怀念 柔声硬道 她是个好妻子 彭婉也柔柔地看着他 对呀 他也和我一样 是自小被家里宠大的 在外为你冲锋陷阵 在家为你洗手做羹汤 蒙上满头满脸的油烟器 他这样好 那你杀了他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不忍呢 沈夺猛地想坐起 刚起了事就又跌回沙发里 彭婉捂着嘴笑起来 继续问道 你把他气进墙里的时候 良心有没有痛过啊 他的声音依旧是江南无浓软语的调子 却仿佛土信的毒舌 一字字一句句都催了毒 阿朵甚至没力气了 我在你的蜂蜜水里下了药啊 他指尖在沈夺瞪大的眼睛上扶过 阿朵不要那么害怕 毕竟 他脸上还带着点天真的笑意 好戏才刚刚开始啊 连我都被他这堪比穿去变脸的一幕惊到了 但我没空想那么多 复仇的欲望 几乎让我整个人都烧了起来 我激动的破了音 你快去起那个钉子 毁灵牌 快去 彭婉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果然起身去拿起了灵牌 我的心仿佛也随着灵牌的悬空被吊了起来 但彭婉并没有按照我说的话 他鸟鸟停停的拿着我的灵牌举到沈夺面前 阿朵刚刚不是还在想念些童姐吗 要不你亲自跟他说 沈夺看见我的灵牌却像见了鬼拼命往后缩 彭婉娇笑 阿朵明明每天吃饭都要看姐姐的 怎么今天这样害怕 我知道了 一定是姿势不对 说完他从背后重重一推沈夺 沈夺立刻像烂泥一样跪坐在地上 彭婉把我的牌位摆正放在他面前 才拍着手开心道 阿朵还是跪着说 比较好 二十 我根本不想再看见沈夺多活在世上一秒 只想立刻扑上去撕了他 彭婉 你在干什么 还不快动手 彭婉终于转向我 他缓慢却坚定的摇头 不行 姐姐 如果你杀了他 你会造杀孽 你会落入阿比地狱 真正的勇士不得超生 他看着地上的男人 眼里的闲雾几乎要溢出来 我不会让你为这种人脏了轮回的路 我一愣 但比我更快反应过来的是沈夺 他眼里惊惧交加 最后居然化作西记 童童 童童 是你在里面吗 彭婉重重在他脸上扫一巴掌 你也配叫他的名字 沈夺并不管他 他踉跄地想向我这边爬过来 却因为无力重重跌到地上 脸贴着地 像条死狗 他T四横流 扭着脸朝着我的方向 虚空的目光似乎与我相处 童童 童童你在里面对不对不对 童童 我错了 我不该鬼迷了心窍 我的初衷 我的初衷 只是为了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死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童童 你不要 不要伤害我 你还有来世 我给你烧纸 为你祈祷 只要你放了我 只要你放了我 彭婉伸脚踩住他的嘴 高跟鞋把沈夺的嘴渣的血肉模糊 他呜呜的说不出话来 还有来生 彭婉冷笑着 把我的灵牌举到他面前 谢童姐的来生 不是被你这十八颗金钉钉死了吗 沈夺眼里划过一丝不敢置信 大概实在想不通 彭婉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彭婉伸手从沙发凤里 又拿出那个阴阳盘 你还打算让我成为下一个谢童姐 对不对 沈夺嘴被堵着 说不出话来 只是拼命物业的摇头 鼻涕眼泪流了满脸 眼里满是祈求 我被他这副模样弄得直恶心 我当年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人 你这一世已经被这个渣男毁了 下一世我不能再让他把你毁了 他的声音似乎有些生死力竭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 突然仿佛被刺破了气的气球 我无力的倚上身后那道墙 所以呢 所以就任他逍遥法外吗 我吼了出来 他做了那样的事 难道就任他逍遥法外吗 况且我根本没有下一世 我狠狠砸向墙 彭婉我他妈不甘心 我不甘心 彭婉突然坐直了身子 他拿手绢细细擦干眼角的泪 换上一副无懈可击的笑容 姐姐你别急 他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沈夺 声音温柔的几乎要滴水 阿朵 你不是喜欢幻病格吗 那我就让你也尝尝对幻病格的滋味 他起身从刺卧里拎出一个笼子 里面是一只猫 一只瞎了只眼 缺了条腿 肚子上还被挠开一个大洞的猫 他的毛色很脏 奄奄一息的趴在笼子里 显然一副活不长的样子 彭婉把笼子放到沈夺面前 阿朵 你看 你看 他瞎了一只眼 瘸了一只腿 身患绝症 你觉得他的命格好不好 沈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拼了命想往后爬 却被彭婉死死按住手指 在他绝望的眼神里刺破了指尖 彭婉声音依旧柔和低缓 仿佛情人间的抑郁 他一边取血 一边在沈夺耳边说着话 跟他换了命格之后 你会在三天内吃傻成出生质子 然后也许也会在某一天过马路被车撞死 或是跌落楼梯坠亡 也或许 就这样吃傻一辈子下去 他笑弯了两道月牙 阿朵 你喜欢哪一种啊 沈夺并没有因他 在极度的惊吓和恐惧中 沈夺昏了过去 22 我静静看着彭婉认真地拿出一只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同款阴阳八卦镜 专注又严肃地替沈夺和那只猫做了法 不知道为何 只觉眼前正步有点好笑 于是我就真的笑出声来 彭婉抬头 他已经做完法了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直望向我 所以你这几天早出晚归 是去找阴阳师了 他有些骄傲的小模样 对呀 难道就只有他沈夺能找到好的阴阳师 我也可以 我叹了口气 但是你做这么多 依旧改变不了什么 我是厉鬼 厉鬼是不能偷胎的 他翘起唇角 笑得有些狡黠 不是哦 我也是问了很多人 才知道这个症病不是无解的 他又小跑进刺我 端出一大碗黑色能稠的液体 味道极冲 让我下意识就想要躲开 彭丸取下我和沈夺的阴阳八卦镜 把那碗东西全部倒在镜面上 镜面开始蒸腾出热气 一阵又一阵刺鼻的白烟后 彭丸拿布把上面的黑狗血擦干净 那张铜镜竟然变成了最初光滑的模样 我惊呆了 这是 沈夺贪心不足蛇吞象 如果不是他想要二次换我的命 他做的那些烟渣事 大概真的要随着你的死深埋地底了 他又讽刺的笑了笑 但是正因为他本性贪婪 也注定他一定收不了手 我问了一个大师 他说如果偷命格之人 再次跟其他人或生物交换命格 就破坏了气韵的守恒 那么在此前的阵法就不再坚不可摧 反而可破 他扬了扬手里的空满 这就是破阵力气 简单但有效 原来是黑狗血 破阵之后 你身上的力气消失 不再是厉鬼 自然能再去轮回了 我不禁失效 目光落在他明媚的小脸上 我不自觉脱口而出 不一定 他惊恶不一定什么 我摇摇头没再说话 也许所有的黑暗终被光明驱逐 如同你之与沈夺 我在心底默默地说 二十三 一天后 彭婉小心抱着我的骨灰盒 来到一个寺庙 一群和尚把我围在中间 为我超度亡魂 沈夺早上清醒后 就神智失常的模样 大概是和猫互换命格的反噬更大 彭婉故意大开着房门 沈夺不知什么时候冲了出去 不见踪迹 彭婉站在阵外 依旧弯着眉 语调软软的 姐姐 你放心 等你入了轮回 我会去叔叔阿姨家 偷偷把你的骨灰换回来 让这一世的女余生都陪着他们 我低声道 谢谢 和尚们已经开始咽起了往生咒 彭婉突然大声冲我喊 姐姐 下一世 你一定要碰到一个好男人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懂美 可千万 千万 千万不要再被害了 阳光下她的发丝 都似乎闪着金光 裙脚的白橘随风舞动 眼角的泪终于滑落 这次是透明的 我朝她微微一笑 彭婉 再见 就在眼前 一切又将归于混沌之前 我忍不住问出了 那个一直藏着的疑惑 你为什么费尽心思的帮我 视线被生疼的白雾笼罩 耳畔只有少女淫灵般的笑声 Girls help girls 我勾起唇角 缓缓闭上了眼